好 二次准备大便了 我们讨论是再生能源 先来看看太阳能 天天都会有太阳 那么对于台湾来讲 应该讲说对于全世界来讲 如果要用太阳能来发电 这就是真的也是一个 没有成本的一个发电方式吗 当我们所谓是原料没成本 但是在建制上面 我们太阳能的发电 有五顶型的太阳能板 也有放在一个大型的长水头 一块来做聚集 使用这样子一个 太阳能的集电的一个模式 所以请教委员 好 那太阳能状况 其实现在民间发展的 比台电要好 当然台电原本主要的 主力不在太阳能的发展 对 那你觉得我们刚讲 它的尖峰时间在中午的时候 太阳功务非常大 但是晚上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这个投资到底划不划算 一天有大概 至少三分之一时间是黑夜 那发不了电 那这样太阳能板又不便宜 这是值得投资的一个方向吗 我先讲晚上不发电的事情 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一种 叫做熔岩式的太阳能 它是可以储存电力的 它是利用热 这些热反光到这个塔上面来 把盐溶解掉 变成一个流职的液体 所以把电给储存下来 对 我在三院时期要直询 我们的嘉义化行政院长 我说许多国家包括联合国 阿拉伯联合国大公国都要走 结果第二天出来了 对不起 阿联启用最大太阳能电厂 就是我刚刚讲的永远是太阳能电厂 那我们台湾的条件 我跟大家讲 这个是台大光电所林清副所长 他接受专访讲 他说费荷不会缺电 我们只要增电 节能 政府就不用被台电绑架 他的算法是这样 跟我们一样 百万户 百万户的太阳能屋顶 可以发电11% 就是我们用能源转换效率 15%的太阳能板 他每平方公尺有150瓦的功率 那每天四个小时 在台湾就很正常 然后365天 每年可以发219度的电 然后一平方公尺 一年发219度的电 乘以100万平方公尺的话 等于一平方公里 可以发2亿1900度的电 100平方公里 一年可以产生 219亿度的电 你知道我们核四厂 一年产生多少度电 193亿度 就是100平方公里 那这个面积怎么来 他说我们住家屋顶 30平等100平方公尺 乘100万户 就是100平方公里 所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效能很好 首长效能这么好吗 所以这么好 为什么大家赶快推广 我想太阳能 的确是技术在进步 那么将来应该是 越装越多 其实我们的整个 政府的规划里面 太阳能也是未来会是 一个重要的方向 那目前所以还没有 这个装的太多 还是因为成本比较高的 这是其中之一 它比风机还要贵吗 贵 因为目前大概 发一度电还是差不多七块钱台币 成本 那陆地的风力 发一度电的话成本 在台湾的话是两块五左右 差了快要三倍 海上的话大概是五块七 海上更贵 可是太阳能是七块钱 太阳能十年之内一定可以降 这个是绝对 我们是太阳能电池的生产大国 但是其实太阳能电池版的一个 最后台做一个太阳能发电的运用 在台湾并不是很普遍 这问题出在哪里 我想其实政府的政策就是说 先屋顶然后后地面 那地面刚刚就讲说 其实如果我们有这个 其实毒害有这个 例如说污染的地 我想应该是最优先可以来做 那这目前是我的了解 是县市政府 他们其实是可以来 规划做这样的一块地方 那么将来再来就是说 有那个被盐 就是因为地域海平面 盐化不适合耕种的 当然不适合耕种 不一定不表示 它不能去做海水养殖等等 所以那个利用 其实是可以逐步来扩大 那特别是 当你的这个技术越成熟 成本越低 那么就可以扩得越大 这是不是政府政策的脚步 速度不够快 那可是现在因为的确 还是在六七块钱 七块钱左右 所以不值得推广 所以问题是你如果眼看着 几年之后可以降下来的话 那就可以再等一等 这个是有些人是这么想 我只是代表 有这样的一个意见 可是呢 可是大家还是要讲说 那个面积其实还是蛮大的 因为一百平方公里 可是大家不是很有感觉 其实我们说取代核市场 大概是要十一万五千 平方公顷 一万五千公顷 我们变化一下 就是我刚刚讲的 十二条高速公路的路面 十二条高速公路的路面 除非你公开讲说 林清副所长的算法 这个也是一百平方公里 这个跟我刚刚讲是一样大 他接受那个报纸的访问 没错 我没有讲 我没有讲那个错 从他的算法 那我例子说 我们台湾有多少户 我们台湾的屋顶超过一百万户嘛 他只要一百万户乘以这样 就有一百平方公里 太阳能的光电跟我们国内的电价 十年内有没有可能出现黄金交叉 他们根据能源局九十九年的长期负载预测 跟这个电源开发规划的这个战要报告里面 他们算出来说 我们现在二零一三呢 我们太阳能没有错 一度是七块多 我们现在的那个 然后到了二零二一年呢 就黄金交叉了 太阳能当时就是三块六毛八 然后那个我们的市场的那个台电卖的电 也是三块六毛二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东西还有一点 我算这个台电公司 我每一个电厂的那个成本 我都把它拿来 然后我算了一个 我们为了尖锋负载 养了一堆蚊子电厂 就是说只有夏天中午最热的那几天 我们发电 结果林口天然气火力发电厂 我还不算人事费 只有算燃料跟折旧费 它一年发的电出下 一堵电210块 比太阳能贵太多了 所以为什么德国 德国说太阳能使电力下降 这个是德国他们 2011年7月16号 这是现货市场价格 你看太阳开始发电的时候 他们的现货市场价格就开始降下了 然后讲到德国在这个绿能 特别是再生能源发展 这么样的纯熟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到 在去年我们整个发电的一个占比当中 到底我们的再生能源占的是多少 好 这占比其实我们不断在节目当中 带大家重复来看 但今天我们特别关注是再生能源那个部分 在再生能源这个比例的部分 在台湾是去年3.4% 3.4%里头的风力 0.7 太阳能 0.1 可见这个规模还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小 接下来架了百万风机 架了千架风机跟百万屋顶之后 会不会达到德国这种效果 我们来看看德国在去年整个再生能源里头 包括风力太阳能的发电量来到25% 然后2020年他们说可以来到30%之高 所以廖老师我们距离好遥远 这是我们的不努力 还是我们的环境使然 还是刚刚讲那个成本很贵 我们再等一等 人家那么贵德国也是用了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的话 我一直在呼吁说电价要合理调整 那在德国里头他们民众是愿意支付比较高的价格来去买这个再生能源 现在平均10块以上了吗 但是台湾我们在讲电价要上涨的时候就很困难 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举个例子 不是 我一直呼吁说电价要上涨 电价要上涨 但是都没有办法 这两件事情 等一下 这两件事情 为了再生能源的部分电价上涨 很多人都可以接受 像我环保联盟还故意要去向台电申请一个 智慧型就是说电表能够算这些东西 但是没有啊 台电也不给我们啊 好 等于说在制度上 今年他说我今年只推一万个啊 所以这个部分跟整个电价上涨是两回事 那整个电价上涨这个可以讨论 但是我觉得最应该要涨的其实是工业用电 因为我们在补贴 好 这有一个使用上的一个落差 那其实刚刚那个表 你说3.4%啊 对 这是去年 0.7 0.1加起来0.8 对 那其他的是什么 他们说是水利 是 还有生殖能 生殖能 什么生殖能 根本就没有生殖能 台湾根本就没有生殖能发电 对不起 台湾是垃圾发电 不是生殖能发电 台湾的生殖能发电电厂是零 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电价的部分刚刚廖老师点出来 用再生能源发电的话 德国电价算一度多少老师 现在大概40 31欧分 31 二欧分 大概已经来到了 42块上下 对 成40倍的话 大概12块上下 好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高的 一个能源价格 如果是纯粹用再生能源来发电的话 观众朋友接受度高不高呢 好 我们今天再生能源讨论到这边 广告回来进行今天的解辩 1不足以内af 感谢观看